大家简单讲一下亚马逊前台产品页面的购物车的一个基础常识 什么是购物车 简单来看 我们打开一个产品详情页 你可以看到它的右侧是有这个 Add to Card或者是Buy Now这个按钮 当客户搜索到你的这个产品 他只要点这个Add to Card 他就能进入这个购买页面 就可以直接买你的产品 什么叫没有获得购物车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页面 当你打开另外一个详情页的时候 我们发现当客户想买你的产品的时候 他的右侧没有直接购买这个按钮 他有一个CO Buying什么什么Obsens 他需要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才出现一个购买这个按钮 他再点一次 他才能进入这个购买的按钮 这就是有购物车和没有购物车的区别 那在互联网上 如果是客户买一个东西 他需要再多点一下的时候 他就会大大地降低客户的这个购买量 所以说我们平常说的是 一定要获得这个购物车 大家注意看 这个就是有购物车Add to Card 这个就是没有购物车 那另外一个层面 平常说的抢购物车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老干妈页面 我们当我们点这个Add to Card 买了这个产品之后 就会有一个卖家 他卖出来这个产品 他就会需要发货 那事实上一共有多少个人在卖这个产品 你会发现现在有13个人在卖这个产品 如果是你的产品 想最简单的直接卖到客户手上 那你一定要获取了这个购物车 才比较好卖 可以这样的说 购物车是谁的 谁相对赚钱 好了 这就是购物车的基础知识 大家出座亚马逊 只需要知道这些就足够了